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财富素养教育第二课堂 从入门到进阶玩转ETF基金 我是国泰基金的基金经理黄岳 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进行介绍 今天我们的介绍的内容是第三讲 不同类型ETF产品的投资风险 那么说到投资风险 首先我们要来定义到底什么是投资风险 那么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 我这个投资基金我亏损了 这个就是我获得了投资风险 其实从金融学的角度来说 我们对投资风险是有明确的具体的定义的 具体来说我们任何一个投资品种 比如说股票比如说基金 那么我们每一个投资品种的预期回报率 我们可以根据历史数据去推测 或者说去预测它的一个预期回报率 而预期回报率它是在波动的 比如说我们的股票市场 它有可能某一年 它的回报率比如说是40% 那么第二年它的有可能就是下跌了可能20% 那么最后它就会发现 它可能有个年化大概8%到10%左右的一个回报率 但是这个回报率在具体的日历上的分布 其实是很不均匀的 那么具体来说 比如说我们去衡量基金的一个投资风险 我们可能经常会用到波动率这样一个指标 那么波动率我们一般使用的是日度的波动率 也就是每天基金的一个收益率 然后我们再来看收益率的一个波动 一个标准差 或者说是收益率的整体的波动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我们在金融学的意义上 所定义的一个投资风险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边所隐含的假设 就是说其实对于任何一个资产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准确的预测 或者说准确的去把握资产的走势 和它的预期回报的 我们只能获得一个历史上 它平均的一个预期回报 而这个预期回报是不稳定的 其实对于我们金融学上的投资风险来说 这里边的风险其实主要指的是 我们的预期回报的一种不稳定性 或者说具体是某一个金融投资品种 它整个资产的一个波动率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投资风险 那么具体对于ETF来说 其实ETF天生本身从它的定义来说 就有对投资风险的一个分散化 正常来讲我们从金融学的理论来说 我们的投资风险一般分为 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 那么对于系统性风险指的是 比如说是像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由于一些政策性 由于一些不可逆转的 一些不可抗力的发生 所导致的基本上所有资产 所引发的一个大幅的波动 这个我们称之为这种系统性的风险 而具体到我们的个股 或者说单一的股票来说 我们本身的个股 可能又有公司的一些特质性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我们公司的一些企业智力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公司 我们公司所属的一些行业 所面临的一些突发的状况 比如说我们公司的供应商 我们的消费者 所面临的一些突发的一些状况 这些风险 我们从金融学的理论的角度来说 我们把它称为公司的一些特异性的风险 其实从金融学的角度来说 系统性的风险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我们印象中传统的一些避险的一些资产 比如说黄金的价格也出现了大幅的下跌 所有的金融资产 它的一些相关性 看似没有什么关联的资产 在这种系统性的风险之中 突然会出现大幅的同向的一个波动 那么这种系统性的风险其实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我们更多的从产品设计 或者说从我们个人投资 从资产配置的角度 我们更多的目标是尽可能的去消化 它的这种非系统性的风险 或者说公司的这种特异性的风险 而本身ETF它采取的是这种指数投资的方式 指数投资就是投资于一篮子的标的 比如说我们的互生300指数 就相当于把我们的一个基金去覆盖到这300支 我们的市值流动性最好的股票身上 本身就起到了分散的作用 因此应该说能够尽可能的去避免 整个我们投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 这种非系统性的风险 但是我们系统性的风险是没有办法去规避的 这个是ETF它本身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它能够尽可能的去分散我们的风险 而本身的ETF在投资的过程中 或多或少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 这里边第一就是包括了我刚才提到的 这种系统性的风险 这个其实是我们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手段可以去规避 那么可能我们通过一些对冲的手段 比如说估值期货或者说融资融券 能够尽可能的去减少我们在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时候 我们所蒙受的损失 但是本质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规避这种市场风险 那么第二就是流动性风险 所谓流动性风险就是说它有两个内涵 一个内涵就是说我在想要去买入或者卖出这个具体的标的 比如说ETF的时候我能够买得到或者卖得出这个ETF 那么比如说2015年我们当时我们的股市大幅波动的时候 很多的股票要么就是停牌对吧 要么就是这个直接连续的跌停板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出现了流动性风险 当我需要卖出这个标的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卖出这个标的 这个是流动性风险的一个含义 那么第二个含义是我在买入或者卖出这个标的的时候 我能够尽可能的以当前的市场价格去成交 不会由于我的买入和卖出呢 带来巨大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波动 或者说造成我巨大的一个冲击成本 这是它的第二个含义 比如说我们目前我们这个A股全市场 每天的这个成交额可能大概在8000亿左右 那么如果您的这个当天就要买卖1万亿的这个股票 那显然会造成这个重大的冲击成本 而且您的这个流动性风险呢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 所以本身流动性呢一方面和我们的资金体量 以及我们想要买卖的这个标的 它均的比如说日均的成交额 它一段时间内的流动性是有关的 那么我们不能脱离这个我们的资金量来谈流动性 另外一方面呢本身ETF呢它自身有一些的技术手段 能够尽可能的去降低我们的流动性风险 比如说我们的ETF里面有做事商 比如说它有这种实时的这种套利机制 那么这些机制呢都能够尽可能的去使我们的ETF在交易的过程中呢 它的流动性风险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但是它仍然会有流动性风险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呢就是基金管理人托管人以及相关的这种单位 中介机构它的管理运作的一些风险 比如说我作为基金管理人 我去比如说我管理这个生物一二ETF 那我在我自己管理的过程中出现了差错 比如说我这个应该正常去跟踪指数 但是我买卖股票的时候我没有按照指数去跟踪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基金管理人的一个运作风险 那么客观上来讲呢是存在这种风险的 但是目前呢在我们整个的这种A股的市场里边 由于我们的这个基金管理人托管人 包括相关的中介机构 有各种各样的风险管理的手段 措施以及相应的这种监管的手段和措施 应该说目前我们A股的ETF呢 这方面的风险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当然呢它客观上还是有这种风险 第四呢就是它整个的这种跟踪偏离度的一个风险 对起来说呢 因为我们的ETF呢一般都是跟踪标的指数 那么我们所期望的自然是我们ETF的表现呢 和我们的跟踪的这个标的指数应该是完全一致的 因为本身我们买卖ETF就是希望能够获得标的指数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回报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可能会产生跟踪的误差 当然它可能是由各种各样的原因所造成的 这里边有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呢就是说我在某一段时间内 比如说我当年比如说我指数涨了11% 而我买的ETF可能涨了12% 反而比它涨的多了 那么这种也是属于一种偏离度的一个风险 这是一个维度 第二个维度呢就是我本身我管理的ETF基金 它的净值和我的标的指数或者说我的这个业绩基准 它每天的一个跟踪的一个偏离度 也就是说我看下来我一年有一个1%的一个超额收益 或者说1%的一个损失 但是我每天呢 我的这种超额收益是平均分散在每天上的 或者说我每天的超额收益率是很稳定的 比如说我每天都有万分之一的一个超额收益率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从跟踪误差 学术上的跟踪误差的角度来说呢 我每天的偏离度的标准差 基本上是为0的 也就是说我每天运作和我的标的指数虽然有偏离 但是我的偏离程度比较稳定 那么这是在我们的业内呢 我们管它叫做跟踪误差 其实跟踪误差呢和它的偏离度呢 应该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最后呢就是整个的这个标的指数波动 以及变更的一个风险 这个一方面呢它波动的风险和这个系统性的风险 有一定的关系 另外呢每个指数自然它都是有波动的 那么我们在买卖我们的ETF的时候呢 客观上我们要承担这个指数波动 所造成的潜在的回报 或者是潜在的损失 另外呢就是由于我们的指数呢 是由相应的指数公司 比如说我们的中周指数公司来编制的 那么我们的指数呢 大多数指数一般都是每年有两次的这种定期调整 那么期间呢还会根据指数编制的方案呢 有不定期的调整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会面临我们整个指数变更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此外呢还有我们二级市场买卖折一价的一个风险 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ETF呢 本身它可以像股票一样在二级市场去买卖 那么它本身买卖的价格呢和它的内在价值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忽生300指数 它是由300只股票组成的对吧 它这300只股票呢自然就有它内在的一个价值 而我们的ETF呢本身又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价格 那么它的价格呢和它的价值呢 客观上可能会存在偏离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当然我们的ETF呢本身有它的自身的一个套利机制 那么这个套利机制呢可以实时的完成 大家如果对金融学有所了解的话呢 大家都知道套利机制或者说套利的方式越灵活的品种呢 它一般价格偏离价值的可能性就越低 因为呢它一旦它的价值偏离了它的价格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套利的方式 来实现它的价格像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回归 所以这一方面呢 其实ETF本身虽然可能存在这样的风险 但它的风险相对来说是不高的 此外呢就是不同的类型的ETF呢 它可能会有特殊的一些风险 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很多风险呢 基本上适用于我们大多数的ETF 那比如说我们特殊的一些ETF 比如货币ETF 那么它可能就没有这个跟踪偏离度 或者跟踪误差这样的一个风险 而我们的这个债券型的ETF呢 具体来说它的跟踪标的 由于它的内在的标的呢主要是债券 那么大家都知道呢 债券本身有自己的风险 比如说信用风险 比如说如果我们是企业债的ETF 或者成头债的ETF呢 它本身它投资的这个债券呢 可能会产生信用风险 从而为我们的ETF带来这样的一个风险 此外呢还有我们的利率风险 比如我们的国债ETF 十年国债ETF 它本身投资的是我们的国债 那么国债呢 理论上没有我们的信用风险 但是呢 它由于和这个利率的关联度比较敏感 那么它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利率风险 应该说这些不同类型的ETF的风险呢 本质上是由于它的这个跟踪标的 股票债券或者商品 或者我们的跨境ETF 由它的标的不同 所带来的一些特异性的一些风险 比如说我们的跨境ETF 那么它这里面可能就会涉及到国别的一个风险 对吧 比如说我们美股的ETF 纳指ETF 那么它美国的这个交易时间 对吧 和我们国内不同 我们在国内的交易时候呢 其实美国是不交易的 那么这里面就会诞生时差的风险 同时呢 我们和美国的这种交易制度 我们本身公司的这个基本面的一些 平和标准的不同 包括我们投资者结构的差异 包括我们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本身的内在的一些差异 这个都会产生国别的一个风险 此外呢 我们很多的跨境的ETF 由于都不是用这个我们的本币人民币来进行买卖的 我们买卖ETF 在我们的证券账户里面是用人民币买卖的 但是我真正的标的资产 比如说纳指 我其实是用美元来进行交易和结算的 那么这里边呢 其实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汇率的风险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讲的内容 ETF的投资风险 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